一面断壁残垣 是祖傳老宅 僅存的遺跡 旁邊的貨櫃屋 才是如今的棋生處 爸媽都在外地 18歲的提琴科 帶著9歲的妹妹 前來投靠未婚夫一家人 基府郊區這座小鎮 脫離現代生活 已經有好一陣子 小鎮原本有八百位居民 現在還有六百五十到七百人 打定主意要堅守家園 為了照顧居民健康 當地志工請來行動牙科診所 又想辦法借來發電機 這才能可難看診 基府南方另一座城市 一天斷電好幾小時 洗腎患者除了擔心 會不會血液透析 進行到一半就沒電了 還面臨更急迫的威脅 我決定是這麼嚴重 當然嚴重 當然嚴重 如果飛機飛機飛 他們在家裡飛 當然嚴重 透析療程單次長達四小時 還要使用三百公升的水 這段期間除了停電 供水也不足 療程只能被迫縮短 烏克蘭政府已將四百多部發電機 送到全國各醫院 還有一千三百部即將到位 在最艱難的時刻 確保醫療服務不斷電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